Negative 阴性 所以没有问题可以去onside 梦想 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我是哈尔里 欢迎来到哈尔里屋 上一期我不是在讲 我要去做一个新冠的测试 然后就去了 去了之后 本来一般是第二天就能收到结果 第二天上午没有收到 然后下午居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400的 后来他说是CBS 跟我讲说你的sample 我的样板损坏了 也就是说 就是说我当时去测的采集的样板 没有用 就是他用不了了 我当时听到就感觉有点吃惊 怎么会这样 他说挺正常 他说每天都收到几千个 在运输的过程中 挤压或者说怎么震动之类 有些样板就不能用了 他说你可以重新预约一个 帮你预约一下 然后但是要第二天还是第二天的下午 我反正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就来不及了 因为当时是已经快下午了 下班时候了 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 可以做一个快速的 再去预约一个快速的测试 叫我再来 然后我就重新预约了 今天早上9点50 我刚刚来到这边 我刚刚来到这边 然后就等他们很快 他没有那个drive through的 就是你要停在停车场上 然后有人就过来给你自己来捅鼻子 采集样本 然后给他 然后他说大概15分钟之后 你就可以进去CVS的里面拿结果了 现在我就正在等 刚刚我已经采集完了 好吧 所以 因为明天我就要去 我们那个拍摄 明天 今天是星期五 明天是星期六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拿到 那个结果才可以 所以就来了 大概还不上15分钟 你告诉我 可以叫我 我看说这里面是没音乐 刚刚从那个CVS拿到结果出来 哎 把口罩摘掉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是最快速的了 我之前做的 我这是第三次做 之前做了 两次 再加上这个三次 之前都是两三天 那这次真的是15分钟 然后 所以没有问题 我可以去 明天可以去onsight 所以明天要去拍摄的那个车戏呢 我在那边做什么呢 这一次的话我帮忙做了一些producing的事情 也就帮他们联络了一个location onsight的时候 我就会帮他们做一些script supervisor 中文来讲的话是场记 做一些拍摄的记录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挺重要的 是一个拍摄现场的一个记录 同时也是在现场的一个各种镜头也好啊 道具灯光表演和镜头的一些检查 就你要发现一些问题提醒导演 会不会将来post production的时候会不会有些问题 因为你现场拍的时候可能你会漏掉一些镜头 或者一些没有cover到的 你到时候剪接的时候没法衔接 这些都要你在现场去做记录 拍照也好 录视频也好 和观察也好 看那个monitor 这些 那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 我只仅限于我现在所说的这些 我知道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是我从来没做过 然后后来我就去上youtube 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视频 学习了一下 有一些相关的表格啊 一些工具啊 和一些方法 就好好的我就就就学习了一下 哎发现还还挺多学问的 就挺多东西要注意 如果你要做一个合格的scripty的话 那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一次的话我当然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也就现学现卖 今天我还要再看一看视频 然后做一些记录做一些准备 然后明天就硬着头皮上吧 幸好这一次的production是比较小 然后人也比较少 然后整个拍摄的复杂度的话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的话我相信能够不要出什么问题 当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吧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视频的话 麻烦点一下订阅 谢谢 拜拜